整座湖冷的結冰 不過仔細看水中景裡 還是在冰凍的湖面底下游來游去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要玩打水漂是這個樣子 打 打 他就滑出去了 這是台中福壽山農場 寒流來襲天寒地凍 讓農場內的藍櫻湖整片結冰 福壽山農場最近的溫度都在零下 特別是從晚上七點 到隔天早上的九點 溫度都在零下 那昨天晚上的溫度 已經下降到零下四度 同樣是在山上一大早 武林已經有遊客出現 還有人是前一天晚上 就已經衝上來了 天氣還蠻冷的 然後又睡不著 所以就夜衝衝上來了這樣子 然後很失望 今天水氣不夠 沒有下雪 雖然氣象局持續發布 迪溫特報 但就像遊客說的 因為水氣不足 在耶誕夜下雪的機率不高 但還是有不少人懷抱的希望 上來看看 高山上又冷又沒雪 讓不少遊客失望 但也因此有樂園業者看準的時機 在園區內搭建四層樓高的椰彈樹 還有人造雪裝置模擬下雪場景 就我覺得可以不用出軌 不用特地比如說跑到河環山 比如說你看現在太陽 然後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下雪的感覺 空中白茫茫一片 就像國外下起大雪的場景 連屋頂也像積滿雪一樣 儘管大家都知道這是假的雪 但在平地 不太可能會下雪的台灣 能夠過上一個白色耶誕節 大家都很開心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